好,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把Eureka的常见的用法都已经讲完了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Eureka的常用配置 Eureka有非常多的配置项 在这里 这边有个附录 Compendium of Configuration Properties 所有Spring Cloud的配置项都在这里 那我们看一下Eureka有哪些 它有这么多的配置 对吧,它可能有上百个 非常多 如果每一个都讲的话 那可能这个课就没办法讲了 我们挑选一些比较常用的进行一些讲解 首先Eureka的LawRadioX 允许重定向 Availability的课程区 这是AWS里面用的 对吧 这都不讲了 DecordedName 这解码器的名称 这个透明的配置 是一个透明的配置 一看名称就知道了 它说 Flag to indicate that Eureka Client is enabled 它说Eureka Client是否可用的一个标识 表明 这是表明 Eureka Client是否可用的一个标识 Fetch Registry 这个我们有用过 这个我们有用过 在Standalone的Eureka里面 我们有用到过 这个对吧 我们看一下这是它是用来做什么的 这是表明 表明此刻无端是否应从服务器拉取 拉取Eureka注册表的信息 也就是表明 它要不要拉 从Eureka服务器上拉出去 它这个Gzip 我们发现它默认是True 说明Eureka的这个内容传输的时候 它其实都是经过Gzip加密 那个那个压缩的 现成词的那个大小 Prefer Samsung Eureka 这个虽然它也是用在AWS的 但是我们可以稍微的了解一下 其实看着名称 我们就应该知道它什么意思 我们还记得这个图 主例的 比如说有一个Eureka Client 我配置了它是这些所有的 它用的是 它在Zone1上面 那它是不是默认的话就连123 假设这个六个它都配着连接 它是不是就优先用123 对吧 它不会用Zone2里面的东西 因为这个Eureka Client 它也在Zone1里面 它会尽量的找相同的Zone里面的Eureka 看下范图 看下范图 对吧 region 这个之前我们有看代码看过 对吧 在US East的E里面 默认是美东 这个region 它也是在AWS的 registery registery with Eureka 这我们用过 也是在这个地方 对吧 其实看名称的我们也应该知道意思 是否向Eureka服务器注册嘛 对吧 在某些情况下 您不希望发现实例 而只想发现其他实例 那这是不是就是 就是说的Standalone的Eureka的这种 启动模式 单点的Eureka模式 OK 这个我们看过了 30秒 顺便看一下翻译吧 但是从Eureka Server 获取注册信息的 注册表信息的这个频率 默认是30秒 1秒为单位啊 Service URL 这我们也用过 这个 它是个Map 首先 首先 首先它是个Map 对吧 那 看一下它是什么 他也说这是Map Map of Availability Zone 的可用区域的一个Map 可用区域的一个映射 to list of fully qualified URLs 它是去列表 这个可以理解为 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UR 然后多个之间可以用 对话分隔 对吧 Can be a single URL 可以是一个URL 也可以如果是多个的话 可以用对话分隔 通常 它应该包含很多东西 协议 我们是去TTP 对吧 host 对了这个项目 host 端口 上牙丸 和版本信息 我们现在没有配置版本信息 to change effective at runtime at the next service year refresh cycle by 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用这个什么东西 去 改变这个配置 刷新 它有一个刷新周期 好 Dashboard Dashboard挺有意思的 我们来看一下 而且它有它一定的使用场景 我们用这个standalone的URK 就是它好吧 我们配置人FORCE 看一下 它有什么效果呢 文奇 Curl 8,7,6,1 当然也可以访问了 用lookhost 慢 user password 123 我发现它是404了 也就是 Dashboard是什么 Dashboard其实就是 Erica的这个首页 就是它的界面 Dashboard的画板 然后pass 这一看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pass 我们配置成-x 墨人是- 对吧 所以我们 用eureka 这样访问 对吧 这样访问 但是 我现在配成了 钢x 那它会有什么 效果呢 eureka 它选我们用 理论上应该用 这个钢x 访问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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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哦 配 true 尴尬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置吧 这配置文件里面有两个配置 就是enabled默认是true 所以我们可以访问这个dashboard 要默认是杠 所以直接用这个8762就可以访问了 那现在配了杠X 是可以用杠X访问 果然 那这个有什么应用场景呢 举个例子 假如现在我用的是高可用的eureka 然后那是不是每一个eureka我都可以访问了 那有的时候可能 我不需要那么多的 那既然每一个都要访问 我每个路径是不是都要记得 我不想记得那么多 那是不是我可以 只配一个它允许dashboard的其他的 我把它禁用 那这样我只要记得这个端口IP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它可以自定义这个路径 这样我可以做一些伪装之类的 对吧 就像有的时候一些系统 它默认的管理路径是admin 我提供一个自定义 我可以把它变成 这种对吧 像那个有一个cms系统 叫dede cms 对吧 php的一个cms系统 它就支持这样的一个需求 好 当然使用场景也比较有限了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eureka.instance.appname 这个挺有意思的 好这个 这个eureka这边的配置 我为了 方便啊 为了以后的实验方便 我们先把它回滚吧 回滚 ok 然后把这个eureka还启动起来 然后我们用这个user 这个weave服务进行测试 测试它 测试它 instance.appname 我把它配置成 user service 哈哈 哈哈的话 这名称就比较嘻哈了 对吧 像现在的一些互联网项目 它都喜欢把 为它起一个比较嘻哈的名称 比如说 阿里有一个 这个 一个数据员 相信大家都用过 其实它是什么 它是德鲁伊 德鲁伊 对吧 还有像我们的这个eureka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我找到了 对吧 对吧 它是一个感淡词 那 作为一个服务发现组件 它是不是 一看就知道 啊原来它是一个服务发现 非常的形象 非常生动 对吧 像现在互联网项目 很多都喜欢起一个生动的名称 好好好 呃 废话说的有点多 我们回到正题啊 嗯 我把这个名称改成这个了 这个app name改成它了 那会发生什么呢 那会发生什么呢 启动这个user 放文首页 嗯 嗯 啊 slips 没有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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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棍的这个配置 ok 充气一下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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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 censchild 妹妹誌实 我就非常的想用iger ideal ideal它呢 你只要你的磁盘发生变化 ideal它会自动的捕桌 捕捉到磁盘的变化 不像eclips它需要你去 人工的交互去 還要點個確定什麼的 好,啟燈好了 OK 然後 啟燈User 慢 OK,我們發現這邊的application的這個名稱變成了UserSeries哈哈 它說明了什麼呢?我們直接看代碼 搜一下app name 我們發現它默認是用的是什麼 它有個add value 默認的是sprint.application.name 如果它取不到的話,它就用unknowing 所以之前我們不是配的sprint.application.name嗎 對吧 所以它如果我這邊不配app name的話 那這邊它就是 microService providerUser 對吧 但是 我現在配了這個app name 那是不是把 這邊給注入了 它就不用這邊的add value了 對吧 它就用我配置的這個UserService 哈哈 那這個有什麼用呢? 這個在一定的場景下它的作用是填坑 嗯 舉個例子 為什麼說它的作用是填坑呢? 譬如說 有一個 軟件 可能大家用過也有可能沒有用過 我順帶的提一下 我順帶的提一下 譬如有一個軟件是 叫swagger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叫 API Document Document 性的一個東西 就是說 它可以支持聲明式的這個註解 然後呢 用這些註解自動的幫我生成API文檔 我們在課程中後面也會有所涉及 但是不一定啊 我還沒有規劃好 我盡量 它是這樣的一個工具 我們到swagger的 稍微擴展一下吧 這個 不給力啊 居然防不了 呃 再等10秒鐘 如果防不了那就算了 好 那算了 簡單的說就是我寫幾個註解 寫幾個swagger的這個註解 然後在這個UI這邊訪問呢 當然不一定要是這個路線 我可以把它搞到我的本地 然後我就可以 呃做 看到這個文檔 然後呢 我還可以測試這個API 非常的方便 但是它 它跟Spring Cloud的集合 它是有一定的衝突的 結合使用它是有一定的衝突的 呃 2.6吧 大概是 這版本它會有一定的衝突 那它的問題是造成的問題是什麼呢 造成問題是 我沒有陪它 我沒有陪它 我陪它 我陪了這個 呃 Spring.application.name 那按理來講呢 我這個註冊到Eureka上面 是不是 是不是它呀 但是 並不是 它有它的 造成的結果是unknowing 這邊是unknowing 那這個時候 我怎麼辦呢 我只能等 這麼玩 因為它跟這個配置箱沒有衝突 那這個時候我就可以利用它 去填這個坑 對吧 好 那回到正題 也就是這個app name 它才是 呃 最原本的去配置註冊到Eureka 上面的這個app的這個名稱 呃 這datacenterinfo它也是AWS的 對吧 這datacenterinfo hostname 我們也有用過 我們也有用過 這個 高可用的 Eureka裡面 我們也有用到 這個 它用來指定什麼 指定這一個節點的 Eureka 它的 主機名是什麼 假設我們 假設我現在 在這個 用戶這個Weave上面 我 配置了 hostname tnamo 等於 等於 user 那是不是說明 我這個user的這個 節點的 主機名是user啊 我就可以用 http 單口 某某某去發問 就是我會把這個信息註冊給Eureka了 啊 測一下吧 host name 譬如我叫user 呃 看一下我的 host有沒有配啊 叫user 叫user 停掉 然後啟動 呃 這邊得去掉 因為默認 它不是說 註冊主機名冒號 這個應用名稱冒號這個應用的端口嗎 我不是把它改成了這個應用名稱冒號端口嗎 這個主機名它又不註冊了 那我把這個註冊先去掉 這配置先去掉 然後 看一下 那邊 沒有 現在 有 方便 有 那邊 有 那邊 有 那邊 这个也得去掉 哎呦麻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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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鼠标拖到上面 看这个左下角的链接 它是user 冒号7900-info 那这边的这个desktop啊 这个东西是我是我机器的主机名 是我的机器名 这东西是 我还没找到怎么改 这东西是在我们我们把这个再开一个吧 这边的 它是用的这个 这SpringCloud.clienthostname 那我们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看不到好吧 那不关了 我回到Eureka这个话题上面来 InstanceID 就它 刚刚 我想当然了 我以为这边也会 就默认它是主机名 主机名 我以为它会 跟这个 它会使用默认使用的是 主机名呢 这个呢对吧 我以为它用的是这个hostname 结果它用的是SpringCloud.client.hostname 不是一个hostname 解释一下 InstanceID默认是 机器的主机名 网号 ApplicationName 这个应用的端口 然后IP address 这个是指定 我这个实例 它的IP是多少 比如IP 就是127.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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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它的IP 指定这个 User的IP 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 我感觉用不上 我既然都用Eureka了 我还要自己指定IP 指定好玩 这个我们讲过了 默认90秒 90秒把这个节点提掉 这是30秒续约一下 OK 然后 MetaDataMap自定义MetaData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翻译 可能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它是获取MetaData的建置段 跟这个Instance有关系的这个建置段 然后这个消息会发送的给EurekaServer 对我们之前看那个 昨天看MetaData的 嗯 文档的时候 我们发现 他说这信息都会发送给EurekaServer 然后呢 他并不会改变 这个Client的行为 对吧 除非Eureka知道 你配的这个MetaData的这个 含义是什么 MSpace Eureka 这个需要注意 Try ignored in Spring Cloud 也就是说这个这个配置 在Spring Cloud的里面没有用 这是非HTTP的 非HTTPS的 这个这个 端口 模式80 prefip.js 我们 有用过 对吧 它的作用就是 鼠标拖到这上面的时候 它的 显示的是IP 也就是链接是IP了 注册到Eureka的上面的是IP 使用HTTPS的时候的 这个接杠检查的122 默认的 HTTPS的端口 是否 启用这个HTTPS 默认是不启用 使用HTTPS时候的 只要有secure- 那就是使用HTTPS 这个虚拟的主机名 状态页面的122 这是PASS 这是122 好 这是虚拟的主机名 这是使用HTTPS时候的虚拟的主机名 这些 不看了 后面连解释都没有 而且看这个名称 应该都是挺能懂的 挺容易懂的 那Pure Eureka 举个例子 Pure Eureka Status Refresh Time Interview 毫秒 也就是对点体 Eureka对点体 在这个状态的刷新时间 刷新周期 单位是毫秒 对吧 就是很 很容易懂 MIME 可以配一下 它支持XMR 和JSON 最小的请求的size 啊 这里已经到FAN了 我说怎么感觉不大对了 OK 到这里 正好我们之前也讲过FAN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FAN FAN的话 其实就是这两个 配置相不多 FAN 点 还有一些其他配置 比如这里 但是 使用HTTP Client 默认是 大概使用这个OKHTTP 但是前提是 它有这个 有这个依赖在classpass里面啊 好 好 Eureka的配置 当然就到这里 FAN的配置比较简单 就没多少 对啊 没多少 那Ribbon呢 有没有几个 有没有几个 这是隔离的这个Strategy 还是弱的 我们一看 暂时用暂时 不讨论 回头我们再讨论 我们讲到弱的时候再讨论 好 这节目就到这里 下面我们 来这个 讨论一下 Eureka里面 使用Eureka遇到的问题 那些 Bj Bj 这些 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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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